可是那兩位 現在又兩位 從火場逃出的員工圍成一圈 拿著小單子仔細比對 卻始終都不攏 所以你們的員工 706 乾貴KTV火警奪五命 明明配合防疫實名制 竟無法迅速掌握消費者名單 902 902走嗎 沒有 還在走 這把火燒出實名制並未落實 意外發生前一日新聞團隊直擊 KTV實名制漏洞百出 你好 很多嗎 你們要先定位嗎 還是說等一下給我報 目前都有啊 測量額溫動作確實 但資料登記民眾自己填 而且不只錢櫃這麼做 終於是到第一次出到 是誰 另一家KTV直接把本子放門口 民眾填完兩個額溫就能進場 唯獨這一間比較仔細 六位整間行為 應該是六位 他們有沒有每個人都有帶證件 都要帶證件是不是 對 因為沒有證件 就沒辦法唱歌 這樣是實體的喔 好 再三強調 必須要檢查實體證件 因為他們還會進行掃描 像前一部分的話 他就是主要是知道證件 是興趣點部分的話 他們一樓會有一個機器 主要是復印的動作 資深員工更爆料 許多KTV沒能百分之百 落實實名制 有不能說的秘密 盤點下來除了新據點 叫嚴格執行 錢櫃跟好樂迪 較容易出現 隨意填寫資料亂象 但服務業顧客至上 第一線服務生 遇到兩難狀況 放不放誰 這回遇上火警意外 原形畢露 記者潘嘉義 林信憲 李湘怡 橫輝榮 Table的